BNT疫苗校园接种将于22日起正式开打 教育部规划由9月1日以前 年满12岁至未满18岁青少年开始进行疫苗接种 然而校园疫苗接种并不具有强迫性 学生可以视自己的意愿施打 教育部也制作了疫苗接种前后的宣导影片 让学生以及家长能更清楚地了解 疫苗接种的注意事项 施打疫苗之前 学校会发送学生接种评估计意愿书 那请家长跟同学们仔细地详读 跟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但是如果真的决定要接种疫苗的时候 则家长一定要在同意书上签名 同学才能够接种疫苗 校园疫苗接种的顺序将从高中生先开始施打 再依序往下到国中生 以及未满12岁的国小生 而疫苗接种的方式才校园集中接种 医疗院所接种 以及疫苗预约平台等三种方式办理 如果你有发烧 或是正在生病当中 那我们可能是建议 还是这样的施打比较好 教育部也提醒家长以及学生 在施打疫苗前 记得携带健保卡 有任何疑虑一定要咨询医生 不要熬夜 睡眠需充足 并且一定要吃早餐 多喝水 穿着方便打针的衣服 在疫苗接种后 一定不可以马上离开 至少要休息观察15分钟 并且在施打后的几天内 最好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 若学生接种疫苗后 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可以申请疫苗假 必要时得延长 而家长如果有照顾的需求 也可以申请防疫照顾假 有些新闻 总大156台北市采访报道